朋友们好 欢迎回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昨天中共政府公布了一系列7月份中国经济数据 证明此前当局推动的几十项经济刺激举措是毫无效果 中国经济非但没有迎来三年封控之后 消费带动经济小幅复苏的景象 反而是发出了比外界预计更加严峻的下行的信号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中共政府采取的措施已然是有限了 除了继续下调一系列关键的利率之外 剩下的就是 欺瞒造假了 中共统计局昨天出人意料的宣布将不再发布 全国城镇青年失业率的数据 解释说在校生规模占了全国城镇青年的大比重 那是因为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在提高是好事 那在校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嘛 谈什么就业 网友对此的评论也真的是不留情面 谁能想到他从装满喇叭的工具箱里是翻出了野兆 在不裹脚的时代 他却裹了脑 牛啊 根据周二公布的最新数据 中国7月份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 与6月份3.1%的增售相比是放缓了 并且远低于此前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家们给出的预测值4.4% 7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低于6月份4.4%的增数 也低于预期的4.6% 这说明在海外出口需求减弱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国内的需求依然是如悉尼扶不上墙啊 中国工厂怕是早已经饥寒交迫 难以为继了 在观察未来经济走势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一个方面 仍然是延续了一年以来的下跌趋势 1-7月份同比增长3.4% 而今年年初的增数是在5.2%以上 这意味着民间 企业 包括政府 对建筑 机械 钢筋 水泥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在不断萎缩 当然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大宗消费 也就在伴随着迅速缩水 在出口之上 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 同比降幅是已经跌穿了历史记录 达到12.4%是进口 和14.5%作为出口 虽然是还有顺差 但是已经显现出了 岌岌可危的衰退型顺差之向 预计这未来出口还会进一步的减弱 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创下20年来的新低就可以看出 这张图展示了美国商品进口百分比的变化 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占比是蓝线 从亚洲 但是不包括中国是蛋黄线 2019年的时候 两者数额交汇 自此 中国是一路下行 虽然中间出现过小幅的反弹 但是有两次下滑的幅度非常剧烈的阶段 一次是在19年到20年川普任期的末尾达到最低点 第二次就是从22年中至今 从上一次的最低点再继续下跌 目前已经达到了自2003年 也就是中共加入世贸组织的两年之后 美国与中共做生意的那个水平了 朋友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说 很多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 好像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 就是他们都在朝着2000年那个时候的中国所处的状态发展着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例子 当然了 这有可能是某种心理学效应的原因 就是当你接受一种新的观念 或者是一块新的产品的时候 你就会神奇的发现 他怎么在我的生活中出现的字数变多了 比如你第一次发现一款包包 嗯 长得挺有意思的 结果在那之后 你就会发现怎么这路上到处都有人背他 感觉好像是他出现的屏次被格外放大了 其实只是和我们的认知产生了关联 这是什么理论 我忘了 知道的朋友请留言告诉我 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 相信这对于长期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没有悬念不争的事实 我们以往也讲过 虽然是如此吧 但是为何中国经济却一直是溃而不倒呢 错过的朋友 欢迎去看 有一个中国经济的playlist 里面有很多我以前关于中国经济的分享 正基于此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不再去详细的观察数据本身了 我想来聊一聊 为何中国的经济 无法长期持续的繁盛 反而这每况愈下才是它的必然趋势 朋友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中国有句老话叫命中注定 人之命有必然 当然也有偶然 那么一国之治理 是否也有必然存在着偶然呢 而中共之下的经济没有未来 是个必然 何出此言 那且听我慢慢道来 亚当·斯密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他著有的《国富论》被圣赞为是 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座 不仅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也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也因此被誉为是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 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在《国富论》的这本书当中 亚当·斯密认为 一个人追求经济利益 是人性当中最自然的一部分 一个人在自己的发财致富的同时 就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而经济向好 国富民肥的唯一办法 就是要尽量减少国家政权 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涉 因为最好的经济活动 都是由潜在和强大的市场经济机制来调节的 而这种机制就叫做看不见的手 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核心 一言以蔽之 就是说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之下 自立的人可以互利 同时发展经济 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要尽量少干预 只提供基本服务 这种说法在很多社会主义者的眼里 就是资本主义万恶的来源 人们真相去逐利 当然这有钱人就有更大的搅弄风云之资本了吧 中产阶级和贫困者们当然就会处于弱势了 在竞相逐利的过程当中 也得不到与富人平等的机会和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是这政府还不能管 那不就是由着他们为所欲为放任自流吗 那肯定是掌握资本的有钱人会处于优势地位 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国家贫富悬殊 社会动荡不安 这番说辞是不是很似曾相识 这是很多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孩子们 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既定的印象 也是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的左派们 高呼的社会平等之口号的来源 可是实际是否如此 有待考究 这破绽嘛 就在于此等质疑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很多人都知道国富论 却很少有人知道道德情操论 1776年国富论面世 同一时间亚当Smith就一直在修改 他的另外一本书 就是《道德情操论》 这本书在亚当死后1970年才出版的 在《道德情操论》书中 亚当是做了看似和国富论完全相悖的论述 他在《国富论》里是宣扬自立马 却在《道德情操论》里歌颂道德 在《道德情操论》里 亚当写道 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 这个人的天赋当中 总是明显的存在着一些本性 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 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 而感到高兴以外是一无所得 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者是慈善 就是当我们看到或者是逼真的想象到 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不需要用什么实力来证明 最大的恶棍 极其严重的违反社会法律的人 也不会全然丧失这种本性 这一段话呢 其实就是中国俗语 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的观念了 按照现代话来说呢 就是具有同理心不冷漠 当一个人的同理心很强 常常能够与他人感同身受 我们往往会说这个人 哎 很善良 这样的观念呢 在很多的哲学家宗教人士的口中 是经常出现的不足为奇 但是考虑到 他是出自于一位 尊崇放任自由派的 经济学之父的口中时 这意义就非比寻常了 当我们将国富论当中的 利己而互利 与道德情操论当中的 利他之人之本性结合起来时呢 就能够感受到亚当Smith描述里的 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世界 就是人人都在追逐 各自的最大利益化 并且呢因此会产生快乐 但是当人们看见周遭的朋友 遭受痛苦被剥削压榨时 因为利他的人之本性 我们呢又快乐不起来 所以当一个社会 有着严重的贫富差距 有着极度的不公平 无正义时 人们会因本性使然而变得不快乐 有钱的人 或者是有社会地位的人 亦然 因此呢 就会推动他们 去改变现状 帮助那些受苦的人 从而呢 增加自己的快乐 也就避免了 猪门酒肉臭 陆有洞死骨的恶劣的现象 这其实呢 从某种角度上解释了 为什么数百年来啊 资本主义是屡被畅衰 却仍然屡理不倒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种 蕴藏在人类本性中的 道德情操上的同理心 这种善 使得资本主义在危机当中 能够激发它内在的反省 及时推出改善的机制 那反观社会主义制度 尽管表面上 它宣扬着社会大同 消除阶级 但是实际上呢 它却否定了 人类自私自利的本性 转而去用 崇丧到下的这种 控制性的经济 进行资源分配 以达到表面上的人人平等 这一来就扼杀了 社会人积极逐利的 自身的驱动力 那经济又怎么会 持续不断的蓬勃发展呢 二来 社会主义的无神论 法家性本恶的思想 在压制人类本性当中的善 让人变得冷漠 又如何让人能够 因为社会不公和非正义 而及时的自省和改进呢 所以讲到这里 聪明的你们肯定感受到了 这两种制度的道路 好像是完全相悖的 资本主义从人之本性来出发 因为既自利又利他 从而能够自我的调节 平衡发展 而社会主义呢 是从表面形式出发 在追求达到表面的人间天堂的过程当中 却掏空了 组成社会的人的人性当中 最自然最本真的利己和利他 模糊了人性当中的善与恶 就好比我们以前节目当中 引用奥威尔1986里面说的 叫人无知 对政府说的什么都不要想 没有想法 没有善恶 才是最好的 一样的道理嘛 是不是 而这两者之间 最核心的差异呢 其实就在人性 尤其是人性当中的 道德情操官 在《国父论》里面 亚当·Smith明确的表示 财富存在于公民的福祉之中 而这不但包括了他们的物质的福祉 也包括他们道德上的繁荣 在他的《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当中 他说道德是人类繁荣的基础 对那些普遍道德规范的遵守 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 如果他们没有深入人心的话 我们的社会就会在瞬间崩溃 那么了解了这些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 去看亚当·Smith在《国父论》里的利己 其实他说的这个利己呢 没有包括那种要损人利己的利己 而是要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利己 亚当·Smith在《论述道德情操》时 提到过三个因素 能够让自立的人和平互助 并且持续的互利互助 哪三个呢 第一就是良心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天生本性当中的同情心和侧隐自信 第二就是法律 就是外在的规范了 那第三呢 是死后对下地狱的恐惧 就是宗教信仰所规定的道德行为的标识了 所以综合来看 亚当·Smith理论当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是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上的 这个前提就是由有道德的人 在组成的社会和国家里去践行道德 保有同时逐利和利他之人之本性 在政府尽量少干预的情况之下 市场其实某种层面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经济活动的模式和处理机制了 就会自动调控平衡改进 从而达到经济繁荣 国之富饶 这才是亚当·Smith 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奠基人 给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内核的全貌 和我们很多从中国大陆生长起来的朋友 从小被教育的那个资本主义 是有云泥之别的 资本主义的词意已经被改变了 被赋予了贫富阶级 富人前权势大 剥削压迫之内涵 而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 资本主义所蕴含的那个最重要的道德基础 也基本被剥落的所生无几了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却认为 经济基础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物质文明才能决定精神文明 但是经过我们刚刚的分析 在经济学之父亚当·Smith的理论当中 道德勤操显然才是稳定经济 并且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石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没有了道德基础 经济就不可能能够可持续的繁荣发展了呢 对于中国来说 为何我又认为在中共之下的中国经济 必然会走向伪迷呢 下期节目 我们结合亚当·Smith的理论 反观中国历史上 不同朝代的政治经济发展 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订阅真观点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了 离开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 谢谢大家